欢迎走进文言那些事 刚才提到的六个赠送 在古代汉语中都用来泛指 无代价的把东西送给别人 而这个视频所介绍的每一种赠送 都用于一种特殊的情景中 首先来说说贿赂 贿赂一词如今一见到他们 就自动会贴上 以财务买同公职人员的贬义标签 而事实上 贿字和录字最初识也很清白 单纯表示赠送财物是个中性词 不信有例句为证 孟宪子聘于周 王以为有理 后禄之 意思就是 孟宪子被聘到周国 周王对待他很想礼节 赠送给他很多财物 因后禄禅于 达其善意 就可以翻译为 因此赠送禅于很多财物 回报他的好意 而由于赠送的是财物 金钱关系一作祟 后来会和禄就堕落成了 以财物买同公职人员的意思了 如六国论中的 六国破灭 非兵不利 战不善 必在录秦 就指的是 六国灭亡 不是因为武器不锋利 账打不好 必并在于贿赂秦国 所以在古文里 邂逅会和禄 到底是普通意义的赠送财物 还是贬义的 以财物买同公职人员 只要结合上下文来定夺 可别着急着 一棒子打死 当然 金钱并不是那么万恶 赠送财物也不一定是为了买通 还可以是为了资助他人办理丧事 这时候要称为父 郭应聘为刘台救居宫领 莫父父领归其丧 意思就是 郭应聘为刘台 租赁房屋 供应食粮 死后又出资收敛他 将他的灵鹫送归故乡 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 路费礼物 则称为进 如代质 乘二科便发 进送一无所取 意思是说 代质的人一到 杨公泽乘上两艘小船便出发了 人们所赠送的路费 一无所取 如果是地位高的人 把财物送给地位低的人 又是一种新的说法 叫做赐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赏赐 如酒之 为凑千太远饮 赵赐食福 劳未知 就可以翻译为 很久以后 为凑生认太远饮 皇上下赵赏赐食福 为劳勉励他 无独有偶 被子旁的矿字 也是赐予赏赐的意思 禅于之矿我 离也 意思是说 禅于赏赐我 是礼节 而矿又可以与矿相通 也能表示赐予 清节亦岁寒浮育 故用此为矿 指的就是 您的气节 就像碎寒的松柏那样 不会改变 因此把这根鞭子 作为对您的赏赐 至于赖字 它的下方也是背 指的是赏赐赐语的意思 如 躺藏区 赏赏赖自经编军事外 请分别挤银钞 躺藏指的是国库 赏赖也就是赏赐 句子的意思就是 国库空虚 赏赐除经编军事以外 请分别给银钞 OK 来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所涉及的八个赠送 我一例外都与财务有关 所以大部分也都是被子旁 汇合录 起初指中性意义的赠送财务 后来更多用来指 用财务买通公职人员 不指用财务资助他人办理丧事 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路费礼物 则称为近 当地位高的人赠送给地位低的人财务 一共有四种说法 最常用的是次 其次也可以称为矿 而矿又与矿相通 最后别忘了把钱财藏在下方的赖字 马云先生曾经约 钱在一百万的时候是你的钱 超过一两千万麻烦就来了 超过一两个亿麻烦就大了 然后网友们表示 把这一两亿的麻烦赠送给我吧 我不怕麻烦 不怕麻烦